告吟 此你地义水 稍患三昧 四货则西地 引金刚甘露 另引誓水 此以金刚漫经文 列不同 另外有讲了 不空足说 水住所中 把这个水放在手 师真是把那个 这个水 甘露水 誓水 放在他的手里面 那么由他的手 再拿到口里面喝 甚至于这个 身上擦一下 是这样子 其实那个就是在 做三昧 这个就是等于是一种 所谓的誓水 魏令发誓 守护秘咒诸三昧 如金刚顶金银 以金刚沙斗 誓心令发誓 另外还要 就是弟子跟师父之间 还有誓业的 这个时候 当师父的就要教他 这个是在最后一段 教引从今时起 我既是你之金刚手 我教做此 你应做 你不应悔事 我 令你为舍苦恼 使堕第一 此事 设真是金所说 这个意思是讲说 从今天开始 师长就是永远是你的师长 那么师长是什么 就是金刚沙斗 就是金刚手 我今天就是你本身的金刚手 菩萨 就是金刚沙斗 我教你做 你就应该去做 没有教你做 你就不能做 他这个有规定的 你不可以毁掉这个试验 这个毁掉这个试验 假如你毁掉这个试验 你会 现世得到苦恼 死后就堕落地 这个时候就要教他 跟那个弟子讲这句话 那么讲这句话的时候 应该龙治讲说 应该指手而教 牵他的手教他 是这样子的 这里面最后几个字 这个就是讲说 是水之安利三昧 是安利 令总受根本之分诸三昧 以则是安利以别三昧 由于非气先扬毙密 即轻匪师长 为业施教能夺成就 过患罪重 故意守护第一 以第七根本罪 引重别利以三昧 他讲是罪很重的 非气不可先说 你不是法气的时候 不可以对你讲 因为讲也是犯三昧 假如你是法气 而不对你讲 应该也是犯三昧 所以在这当中 取舍相当困难 谁是法气 谁不是法气 都是要观察 很长久的一段时间 你不是法气 我跟你讲 那变成师父犯三昧 那你是法气 我不跟你讲 也是师父犯三昧 那你随便去跑去 跟人家说 也是犯三昧 这个都是讲的 轻匪师长 对这个好像是说 你的这个阿西雷根本丧失 你很容易 很简单就去诽谤他 这个罪都是很重的 这个就是犯三昧 那么唯业失教 能夺成就 你违背了 那个师父的这一种教法 你会 你本身是不会有成就的 甚至把你的成就都没有了 他说过犯最重 这个 这种犯的过失 是最严重的 他这一章里面 就是在立这个三昧 就是完全在讲 这个阿西雷要教导 这个弟子 什么是三昧 什么可以说 什么不可以说 那有共法 有不共法 那么唯患会怎么样子 大部分讲起来 这个唯患 这个就是现世就要受苦恼 那么死后就要堕第一 都是这样子的 甚至于这个 讲这个头破几分 头这个裂开 这个当然是很苦恼的 头裂开 确实是不能讲的 本身就不可以讲 这是因为密在里面 所以不可以讲 像那个想 像那个想 我以前讲的 那个想胡谈 想胡法 通通都不可以讲的 甚至一些做法 也不可以公开的 一些密教的这个做法 曼陀罗里面的这些秘密 都不可以说的 说了 就是犯三昧 就已经是唯业了 那么唯业的时候 你要想办法 也是要想办法去给他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 除非你是切实 是一个很超然的 这个大成就者 你才可以说的 或者一般以前 密教的根本上 是在传法的时候 阿什雷在传法的时候 好像信众当中 有很多人在听法 我记得有一次 是这个贡嘎上司 西藏的这个白教的 贡嘎上司 他在传法 传法的时候 他讲说 这个法是属于不贡法 是秘密的 不可以给外人听的 当中有没有 没有受够灌顶 没有皈依的 请出去 当场他就下足克令 叫他走的 就请你出去 你不是皈依的弟子 没有受够灌顶 请你出去 结果有两个人站起来 他说他们不是 这个 这个贡嘎上司的 这个弟子 那么他们两个 他这个 说有 有一个说 我现在马上 愿意皈依 愿意灌顶 那么他就留下来 可以听这个法 那么有一个呢 就说 他不愿意皈依 不愿意皈依 那就请你马上出去 他传法是这个样子的 不可以 像师尊一样 讲大威德金刚法 从头路到尾 还在电视台播出 没有这回事的 里面有所谓的不共 就是不可以公开的 除非你受过这个灌顶 也就是入过这个坛 入过大威德金刚坛 你知道 你受过灌顶 你才可以听这个法 属于你个人的 明显是不再这里的 我看你 不再阻归 那样